我们是以解课把这个注文程序就写完了 现在在这边做一下这个笔记了 这个笔记就是使用JDBC的基本步骤 这个步骤其实你可以是顺着这个代码的步骤来 也可以是顺着这个文档的步骤来 都一样的 第一个事情是注册驱动 有了驱动之后 第二个事情是建立连接 有了连接之后 看啥 创建斯堆怎么对象 因为你要查询的那些东西 那些添加更新什么删除的 都是靠这个东西去跟数据库访问的 那创建好了之后 第四个事情是啥 执行你的CQ语句 然后得到什么东西来的 咱们现在是以这个查询为例 大家 后面你做删除的话 可能就不得到这个result side了 因为删除是没有什么结果 像结果机一样给你赶回来的 那做完之后 第五个可能就是便利result side 说白了就是便利结果机 当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 你剩下还做啥 就我现在已经不想用了呗 第五个就是释放资源 好了 把刚才的这个代码拿过来 那我从这一块口 那第三个呢 创建statement这一项 现在我们讲的是statement 可能下午的时候咱们就不用这个statement 但是也是属于statement这个种类 往下 第四个呢 是指令查询 第五呢 就是便利了 第六呢 释放资源 一个释放资源呢 我就不沾这块了 把文档呢 里边没一个普通的代码拿过来 就比如说是这块了 一个释放资源 可以 对 第一点 一点 就帮忙 就有一次 混合 别 啊 人